大家好 今天来到客家炒构枣豆 食材有构枣豆 红辣椒 大蒜 然后构枣豆切成小开 大蒜 辣椒切碎 把这个大蒜炒香 炒出香香味 辣椒 辣椒 豆炒豆放下去 继续翻炒 加点适量的盐 加点料酒 继续翻炒 好 把这个酒料倒下去 翻炒几下 这道菜很好吃又简单 特别简单 好了 马上出锅 一道美味客家炒构枣豆就做好了 这道菜很下饭的哦 我家很喜欢吃 炒鱼盘一下子都吃光了 吃起来比肉还好吃 这个豆也很好吃的哦 朋友们 你们消费了吗 你也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干注我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